然後帶了什麼東西去 本來我在酒店拍了一次 但因為我那時正在試一些新的裝品 就這樣說 很難說到過愛用後感 所以回來的時候再拍一次 就可以順便做一個review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就是我的背包 今次我帶了一個超可愛的2D背包 一打開拉鍊之後 就是一個電腦格 我就會把我的iPad和相機放進去 然後對面就有兩格可以裝手機 Passport 或者銀包的袋子 還有一個拉鍊格位 不要看它2D好像放得很少東西 但是下面有一個拉鍊位可以放開 然後加厚底部 所以也不怕裝不到東西 當然比起我平時用無印的背包 會放得少東西 但這個去旅行用都已經OK 之後就到護膚品 我皮膚最近都頗穩定 一穩定我就會試新產品 最近都陸續換著不同的新產品 去做review給大家看 我手上這支就是 Bare Minerals的礦物結膚泥 它就是它牌子 新Launch的Skin Care Line 其中一種產品 我目前試兩種 這個結膚泥 我用來取替 MD Dermatics Clarifying Wash 我用完之後 就找它來代替它的位置 雖然它是泥質 主要作用都是深層清潔 但它用起來一點都不乾 很清爽 都蠻適合香港的夏天天氣用 那為什麼我會直接用它來做cleanser 因為它雖然擠出來是一個紅色泥 但是你慢慢打圈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白色Cream狀的質地 然後慢慢加水打圈 就可以洗掉 就像普通cleanser一樣 記得用它的時候不用多的 大概一毫子的份量已經足夠了 我乾性敏感肌都用到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買來試一下 這個cleanser就是代替Catifu用完之後的位置 都是在早上做最最最最最溫和的清潔 我用了它都一排 它的質地就會比Catifu的濃稠一點 難推一點 所以我個人就會比較喜歡Catifu的多一點 但是它的成份都是很天然的 功效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看看喜歡哪個質地 十分之敏感的皮膚 都可以用到這個天然產品 然後就是講了很多次的 Franco藍米卸妝油 我前幾條影片才講完它 我就不講那麼多 一樣很好用的 還有Catifu的眼唇卸妝膏 一樣都是用了很多支很久的 這個也是十分之推介的 第六就是肌底液 我講一講肌底液的正常護膚步驟 首先就是洗臉 然後就是塗Toner 然後肌底液 精華 再面霜 但是我一定不會做那麼多步驟 在香港我這樣塗完它 接著塗面霜已經夠了 要不就用精華 要不就用肌底液 但是因為在韓國的天氣特別乾 所以我也帶多了B3精華 來再加厚一層打底 用完肌底液 然後精華 就面霜 這個肌底液 我覺得它比平日的精華 再水潤一些 它有一個長壽草的專利成本在裡面 作用都是刺激皮膚 令到之後的保濕產品更加吸收 用了一段時間都覺得它不錯 挺好用的 這支Cream我在香港已經用了七色八白了 在韓國就用了最後一滴 它們的產品是主打天然和抗敏的 用起來你一定不會敏感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地 對於香港夏天來說 是有少少黏的 所以我在香港用它的時候 就混合保濕噴霜一起用 就會清爽一點 如果跟我一樣皮膚的話 我就建議你秋冬才買這個產品來用 另外說一說它的設計 它是一擠 那些Cream才會出來接觸到空氣 你一放手 那些Cream就會收起來 那應該是很衛生的 但是要注意你擠它的時候 不要拿 你要擠完放了 讓那些Cream留在表面才拿 否則放手的時候 它又會擠多了一支Cream 你關上蓋的時候 一樣就會黏在蓋上 這樣就要注意一下 在韓國大部分時間 我就用VITOLAP的這個保濕Cream 在香港我就會秋冬時候才用它 就位下口膚上面到第二支就可以了 它的質地就不是很黏的 在香港開冷氣房用 都OK的 但是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 藍童那一瓶 如果在香港夏天天氣的話 一樣它都是抗敏 沒有酒精、沒有香料 嬰兒忍婦都用到 我也挺推介這個品牌子的產品 之後就到面膜了 它們的面膜就是用生物纖維做的 一就是超級無特之貼臉 而它不用怕像紫面膜一樣 會倒吸皮膚的水分 一塊都放到幾多精華 貼了上面之後 不會滑下來 所以用完它之後 它的質地真的回不了頭 十分之好用 雖然它上面寫15-20分鐘 但我每次都會敷半個小時 每次來N爆瘡的時候 就清暗瘡 之後就直接敷它 降紅的效果十分之明顯 剝了面膜下來之後 就擠在裡面的精華 一起敷面、敷頸 然後再塗cream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十分之推介的產品 第十就是保濕面膜 它是一個紫面膜 每次只可以敷5-10分鐘 但我是很不喜歡它的設計 它的紫面膜的孔十分之大 而且是很不貼面的 但我喜歡它裡面的精華 保濕力是十分之強的 但要注意它的保濕力 是乾了之後會有些黏臉的感覺 但在韓國的天氣 就十分之適合 因為用完它之後 翌日脫皮的地方 是完全會消失 而且它裡面的精華是十分之多 用完它之後 我就擠在袋裡面的精華 塗面、塗鏡、塗手、塗腳都足夠 所以這個產品都是半半推介 第十一就是防曬 就是IPSA的化學防曬 質地十分之清爽 塗完是很水、很容易推 好像沒有茶那樣乾爽 一點都不會黏的 很適合香港的天氣使用 但我覺得它的容量太少了 因為你正常塗防曬 不是輕輕塗薄薄的一層已經夠 這個質地的份量 起碼我要泵三泵 才足夠塗好整塊臉 但以它的價錢來說 它就不太耐用了 但如果是這樣說的產品來說 它是我用過的防曬之中 是頭三名的 是十分之好用的 但就看看大家覺得值不值 這個產品 最後就是身體防曬 這個防曬有出金色瓶和銀色瓶 銀色是鎖水和保濕的 但沒有防水 但因為我不會下水 不會游水的關係 用這個外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擠出來的質地很水 好像霜狀一樣 塗出來是完全不黏的 它的容量是十分之大 十分之耐用 所以塗新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買這個了 好 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下一集就是講回 帶了去韓國的裝品 大家歡迎留言給我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page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